咱们从后边再看看 今天用 腕拉一点东西 然后呢 是红酒店的那个酒瓶子 所以今天呢 要把这个车的中排座给拆掉 然后后排座放平 这样的话才能更多的拉东西 这个腕确实是一款神车 那么我们先来收拾一下这个后边 好 我们看现在第二排座就露出来了 第三排座的这三个座位就已经隐藏在这下面了 现在我们来拆第二排座 它这有两个这个把手 大家看到了 这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呢 这个把手一拉 看 现在这个座椅已经从这个轨道里边脱离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座椅从这个车里给搬出去 搬坐椅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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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座椅整个就卸下来了 它重量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 大概是6到70斤左右吧 就是70多磅 现在整个车就已经腾空了 看看这个空间 我们从后边再盘开 这么长 现在就完全是一个小型的货车的空间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去拉这个酒瓶子了 从这个角度看看这车的空间有多大 大家好 我是斌主播 看看这个腕装了多少东西 咱们从后边再看看 看看 看看 这面装的空间 可以 就这么个小子 可得 大家在吃 这面装 颜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